同周共济科学防治 大家好 我是王冠 欢迎收看民意化养生 防控疫情特别节目 在这一次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预防建议当中 我特别留意到一点 就是一定要增强抵抗力 那究竟吃什么 才能够增强抵抗力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科学地补充营养呢 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位专家 让我们欢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张美芳 欢迎张主任 王老师好 张美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临床营养科主任 主任营养师 张主任我特别留意到 现在的死亡病例和 患病重症的病例当中 其实老年人居多 是不是因为老年人的 抵抗力比较差 那我们年轻人 是不是不用过多地担心呢 这个在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你免疫力高 还是免疫力低 你只要接触了这个病毒 你都会感染 这是你现有的免疫力 和原有的免疫力 那么怎么去让你 抵御这个疾病 或者你得病以后 你的症状比较轻一点 这是跟免疫力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我想问一下张主任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尤其是现在这个 非常时期 我们如何来提高 自身的免疫力呢 其实免疫力 人体的免疫力的 组成是多方面的 那么要提高 它的免疫力 其实我们的饮食 这是一块 从饮食角度来说 那么其实 我们有好多营养素 是和我们提高免疫力 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一些 抗氧化的营养素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最近 网上在刷屏的 就是咱们提多吃点 蛋白质类的食物 对吧 蛋白质会提高 人体的免疫力 其实我们的免疫细胞 和免疫组织 那些都需要 蛋白质来更新 它的架构当中 就有一个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觉得 蛋白质是必须要补充的 张主任您一直提到说 蛋白质 那我想问您 我们怎么来摄入蛋白质 或者是哪些食物当中 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 其实蛋白质 我们每天都需要 我们中国营养学会 在13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中国肌民 上次推荐量 就是推荐当中也讲到 就是我们的每公斤体重 蛋白质 能够达到1克左右 那么我们讲到 每公斤体重呢 是我们是讲的 我们的就是一个标准体重 平时我们做的 比较简便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的身高 去减掉105 比如说像王冠老师 1米70 对吧 那你就65克 每天的蛋白质 需要量就是65克 这是平时 我们这次呢 就是中华医学会 肠内肠外营养分会 我们给了大家一个饮食 在非常时期 特殊时期 一个饮食指导 那么我们也提出来 蛋白质 能够比原来高一点 能够达到1.5克 每公斤其重 但是其中我们要求就是 在三分之一 或者50%以上 我们要求有优质蛋白来提供 就是优质蛋白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棺材鱼类的 动物性的食物 比如说 比如说 芹类 这是芹类 鱼类 肉类 蛋类 奶类 这些都是动物性的 优质蛋白 那么我们把豆制品 豆类 大豆 这些制品 我们也称作为优质蛋白 归属在优质蛋白 因为大豆制品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而且它的特点就是 脂肪含量比较低 刚刚讲的这一类 都是优质蛋白 我们最多达到 50%是优质蛋白 其余的我们是从 其他地方来 比如说我们这些 香菇 菌菇里面 对吧 我们这些山药里面 我们的馒头里面 我们的主食里面 都含有蛋白质 这个燕麦里面 也是含有蛋白质 是吧 这个也有蛋白质 但是呢 就是从我们要 补充燕麦来说 现在早上 吃燕麦粥的人 还是比较多 那么其实我们 还是推荐 就是我们的主食 不要100% 全部是精细的米面 我们也建议大家 能够摄入一些 粗粗粗粗 所以全麦面包也好 包括我们这些燕麦也好 这些杂粮 鼻子维生素含量比较高 所以像最近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鼻子维生素 也要增加 鼻子维生素 对我们的焦虑 稳定情绪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 这个蛋白质的量 是分在不同的 每一餐当中呢 还是可以集中在一餐当中 因为什么呢 我们蛋白质要求 平均分配到三餐 因为我们摄入蛋白质 主要是我们主食的修复 需要蛋白质 那么我们的肌肉 都需要蛋白质 保持我们一定的肌肉 特别是蛋白质里面的 一些乳清蛋白 更是对我们的肌肉 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 你每三餐里面 都要有蛋白质 不要一餐就是不吃蛋白质 吃得很素 那么你要是吃素的话 你应该要用一些 含有蛋白质类的一个素食 比如说豆制品 就是一个很好的素食 对吧 那么还有年轻人当中 有些肥胖的人 大家也最近比较流行的 清断食 对吧 有些人说过午不食了 不吃了 那么这样也是 对你保留的一个肌肉 和现在在这个时期 你是增加一个抵抗力 抵御决病的能力 也是不可取 所以我们这次膳食建议当中 也提到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不减肥 是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 所以在现在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了肺炎的过程当中 咱们尤其要多多地 摄入蛋白质 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还是想补充一下 跟我们提高免疫力 有关的一些营养素 因为我们这些食物 都含有各种营养素 所以我们在推荐食物的时候 包括平时和现在 我们中国居民 上次只能要求 我们食物多样化 第一个就要求多样化 而且要求居民 每天能够达到12种以上 那么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这次推荐 在20种以上 每天你种了 要吃到20种 所以说多样化 因为营养素 就可以互补 每一样食物的营养素 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其实 我们有好多东西 比如说 对我们的一个免疫力 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讲到维生素C 对 其实维生素C 它是一个强的还原剂 它会提高 我们人体的一个 抗氧化能力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维生素C 有一个特点 遇到热就会破坏 所以你蔬菜炒熟了以后 维生素C含量是低的 比如说你说 我这个黄瓜 我就凉拌 那凉拌维生素C保留了 但是你保留的话 你凉拌的时间有关系 你要是放了一小时 或者两小时以上 它的维生素C 可你刚刚凉拌的时候 它会下降很多 所以说要先拌先吃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 除了我们饮食多样化 多吃点水果蔬菜以外 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途径 补一点维生素C 那张主任提高免疫力的营养素 还有哪些呢 就是我平时好多人都在吃的一些 奥米克三脂肪酸 在它的代表来源 主要是深海的鱼类比较多 有哪些 比如说像三文鱼 三文鱼 银血鱼 这些 金枪鱼 那么我们平时在开处方的时候 会用一些就是鱼油 鱼油就是派生命用场的 主要是一肢炎症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提倡能够增加 奥米克三脂肪酸的摄入 谢谢 谢谢张主任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干货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 我们应该还是要食品的多样化 对应的多摄入一点 蛋白质含量的食物 对吧 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们也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名医化养生 我们会有请专家来为大家 一一解答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名医化养生 我们的认真就是最有效的防疫 在防控疫情期间 我们在家里如何锻炼身体 增强免疫力 我们现在研究表明 心肺功能和您的寿命 是成正相关 我们特别精选了节目精华 为大家开一张健康运动方 我们现在先做第六节 按腰 张手放鱼 肾书穴 由上向下 由外向里 绕圈按摩 今天就让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花医院 脾胃科 朱林女医生 带领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吧 是一根 阻力带 阻力带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我们一般的锻炼呢 可以用自己身体的自重 进行训练 但是呢 有时候它会有所欠缺 它的刺激的一个量呢 可能不够 那么我们如果给老人去锻炼器械 哑铃 杠铃 它有很多问题 而阻力带呢 相对比较安全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好的 这里呢 我就要跟您说了 我们的张美方主任 曾经在我们节目中呢 就用这个阻力带 跟大家做过一个 增机抗组训练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吧 那今天呢 因为演示的是老年人的训练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给的重量 强力带呢 我们一般是5到10磅 您根据您的能力 来更改你的这个阻力的大小 那现在呢 我为大家演示几个小的动作 在平常生活中呢 我们就可以用强力带 拉得越长 那它的阻力呢 是越小的 那如果是你拉得越短呢 它的阻力越大 那您根据您的能力 来慢慢地去调整 那我最开始调整到一个 比较长的距离来做曲肘 到末端呢 我们数秒钟 然后呢 慢慢地放下 那也不用完全放松 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停了 再重复地去做 我们一般建议呢 做5到10次 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呢 不要去做耸肩 或脖子前身 因为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 其他关节的不舒服 那我们还可以做这个扩胸的运动 哦 是这样 也是一样 那慢慢地放下 那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是感觉到你背部的肌肉 在收缩 背部的肌肉在收缩 同样的是在末端停留 然后呢 慢慢地放下 慢慢地放下 在这个过程中呢 同样是 不要将您的肩膀怂起来 弹力带呢 刚刚我们已经用过了哈 您还有什么方法 来教给我们能够抗击增肌的 我想呢 用一些无器械的 就是自重的一些训练 哎 挺好的 就平时在家里就可以训练的 是吗 对 那么对于老人来讲呢 我觉得呢 大家的下肢力量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传统上有一句话 叫人从脚下老 腿脚不稳的话 容易摔倒 没错 然后呢 我们的散臂一些危险 也是反应比较慢 所以我觉得腿部的训练比较重要 我想三个运动比较合适 第一个呢 就是深蹲 深蹲我们经常都知道的 深蹲的话呢 就是双脚与肩膨宽 然后呢 可以为了让我们平衡的时候 可以放远一点 平身也可以 或者呢 像一个拱手状 拱手状 这样 往下蹲的时候呢 尽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屁股尽量往后坐 嗯 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像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对 然后站起来 然后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那么老人会有一个问题 老人这样呢 可能蹲下去 有些人他不一定站得起来 不可能蹲下去 所以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椅子 一把椅子来坐 对 我们可以扶着椅子 有这样的作用了 对 扶着椅子呢 做深蹲 就老年人一般要扶好了 对吧 对 扶稳了 扶稳了 然后用戒掉一点力 做深蹲 嗯 就可以了 在那一般的每组呢 做8到12个 8到12个 方便的话做4组 我们一般呢 训练每一个地方的肌肉呢 实际上是应该是6种动作 嗯 那我给老人呢 减少为3种 嗯 第二种呢 我们称为公布蹲 或剑布蹲 公布蹲或剑布蹲的时候呢 两腿分开 嗯哼 往下蹲的时候呢 我们的重心呢 要在公的那一侧 嗯 同样的膝盖 不要超过脚尖 另外一侧膝盖呢 尽量你靠近地面 然后站起来 这是为了增加什么 腿部的肌肉吗 全部都是为了增加 腿部的股四头肌 和我们的臀大肌 啊 这两块肌肉群是非常重要的 嗯 腿部和臀部的肌肉 同样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也可以扶住旁边的椅子 嗯 这样蹲下去 也是做四组吗 对 也是做四组 然后呢 两边交替 两边交替 那么这边是右侧的 重心呢 要放在这一边 这样不会伤害的 放在右手 右腿边 对 放在右腿边 要保持这个直立 不能倾斜 对 上身要竖直 嗯 好 这是一组 对 这样一共是做四组 做四组 那刚刚的深蹲 加上这个就是八组了 对 那么第三套动作是什么呢 第三组呢 是专门为膝盖不好的老年人设计的 嗯 那么叫靠墙进蹲 在靠墙进蹲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并没有活动膝盖 嗯 靠墙进蹲呢 有点像我们传统的蹲马步 我们蹲马步的时候呢 它是静止的 嗯 然后后面有个墙呢 我可以把力借在上面 就是背完全靠在墙上 对 然后就这样蹲着 对 这样的力量呢 全部集中在我们的古四头肌 嗯 所以大腿有一个很大的 背不是整个也全部靠在墙上了吗 是 所以整个力量不就是都在背上面吗 不 全在古四头肌 哦 哦 这样做还是比较困难的 回头我去试试看 有一定难度 那要这样做多久呢 这样的话呢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可以蹲得高一点 嗯 也可以蹲得低一点 嗯 一般的三十秒左右 三十秒 那我们这样反复做几次呢 四组 也是四组 对 所以老年人平时在家里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做 一共做十二组 对 过年了 那么很多人在家里头啊 这个一直在看电视啊 还有朋友在一起聊天啊 就不运动 所以刚刚呢 朱医生教给我们这组运动呢 我们可以运用起来啊 一共十二组运动 因为不用耗费很多的时间 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强度 何而不为呢 是吧 是的 嗯 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腿部呢 还有一个道理 我们有一种讲法 腿部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哦 第二心脏 对 它呢 因为这个肌肉块呢 特别大 它里面的含血量很高 其实我们的大腿 也可以帮我们代偿很多血液 甚至于对于血糖 它有代偿的作用 我们在使用弹力带 做上肢的抗组训练时 要根据自己的能力 来调整阻力 同时注意不要耸肩 每个动作做五到十次 而做下肢自重训练时 老年人可以扶住椅子 保持平衡 每个动作做八到十二次 每天坚持锻炼 能够强健我们的肌肉 防止骨质疏松 和肌少症的发生 今天这个学的要多了 我打开看一下是什么 哦 十二次养生功 这个我记得 我做过一些节目是施老的 他教了我们最后一个十二次养生功 洗疏揉搓松暗 转磨蹲磨吐调 这套方法非常有意思 每一个字它对应的是一个部位 那么从上到下 肆无巨细 包括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颈部 颈椎 胸椎 腰椎 还有底椎 还有膝盖 都有所帮助 好 接下来我们先去看一下 施老的十二次养生功 这个十二次养生功 我现在推荐我的学生 颜椎 颜椎 主任医师 他来给大家示范两个动作 好 有请 叶医生 我们现在先做第六节 按腰 好 我们站过来 好 这是 我现在就在 我们不想 就不想 但是 我们不想 这 我们不想 我们不想 就是 我们不想 是 发生 软 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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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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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这四组动作 这就是调 好 这就是调 调非常重要 只有调和之后 我们身体才能健康 就像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流水不服 互输不渡 经常活动对我们身体 是非常有益的 供客时间从我做起 五步学会咳嗽礼仪 打喷嚏时避开他人 用纸巾捂住口鼻 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 将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喷嚏时